走進土溝 彷彿漫遊一座農村美術館 那个馆在哪里 你进到了土溝 就已经到了美術馆 每一个农民都是艺术家 从播种一直到工收 很活很活的艺术 淳朴有活力 但田中央的赖家 却面临蜡烛多头烧 我先生中方才很轻 女儿是轻轻轻轻轻轻 然后浴血中风 同时两个都住家务病房 资工展开第一次扶手安装 从走廊拐弯到浴室 近八米长 这种一般一天 没有做便利 要叫我替工来定做 安装一个月后 赖家妇女终于出院 扶手却不太合用 他们在医院已经习惯 所以就感觉到手了 志工再度来访 重新钻孔安装 耐心磨平墙面 避免屋主受伤 微调后更愿意活动活动 还可以让这孙墩 什么的温室 什么温室 怕怎么手 让他看得不怕怕 他这支扶手是两个人在用的 如果没有很少 几乎没有在微调 7.9米 这种的比较长 虽然眼睛看不到 但是最起码有这支扶手 让他依靠 他们那种也比较不怕 这支扶手 扶手也比较高 扶手就继续做了 后壁区土沟里 65岁以上长辈 超过四分之一 人口老化 但不减农村之美 过去楼下 掘柴柿 摄柴水 风垢 有那个土 就比较美观 不是人水 心肌比较美 这支扶手也比较美 有心肌比较美 进出医院熬过一年 好久不见太阳光大 赖家妇女复健之路 奇迹似的往前迈步 大新闻 吴亦轩林道明 台南报道